今天這一道呢 我們做了公寶 有一點點的微辣 尤其現在夏天的時候 可以讓你增加食慾 而且也能夠開胃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蔬果生果志》 我是莉莉亞 我是珍妮花 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讚 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加分享 沒錯 莉莉亞 你知道嗎 現在外面疫情嚴重 對 很多人都聽不到便當 而且其實外食也不太方便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做什麼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教大家 怎麼做健康防疫的餐盒 健康防疫的餐盒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彩酥餐盒 為什麼說彩酥餐盒呢 要有抵抗力 是不是需要有很多的蔬果 沒錯 我們今天的彩酥餐盒煮菜是什麼呢 彩酥椒鹽干貝 再來 公保高麗菜 公保高麗菜 對 怎麼辦呢 再來這一個是甜豆加玉米筍 我們從煮菜開始 來 先切杏鮑菇 這個是在讓你練練刀工 這個杏鮑菇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採用的是中大型的杏鮑菇 杏鮑菇可以堪稱是 這麼厲害 沒錯 你看過干貝嗎 有 圓圓的 所以我們杏鮑菇就要切圓圓的 對 這樣 這樣你會切嗎 OK 就給你切 好 那你切的同時我一邊做好嗎 好 來 鍋子先開火 記得鍋子裡面不能有水 鍋子的溫度記得不要太高 那為什麼杏鮑菇要乾煎呢 珍妮華你知道嗎 我只知道香煎和太子 表示你以後在讀書 因為杏鮑菇本身其實它有一點水分 那我用乾煎的話可以讓它的水 跑出來一點點 再來是杏鮑菇的香氣就會很明顯 這個頭也一樣要下去嗎 可以啊 你知道菇類有多糖體嗎 是 現在疫情期間多吃是真的對身體很好 尤其吃素的人 這個菇類絕對不能少 對 那為什麼要選擇中大的杏鮑菇你知道嗎 小小的感覺真不密 是不是這麼說 杏鮑菇呢 那乾煎呢 它除了水分跑出來之外 其實它會縮小 它會縮小一點點 那你如果選擇的杏鮑菇太小的話 本來 50塊錢 結果變成1塊錢 對 感覺就不是頂級干貝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是頂級干貝 對 就是有等級的 它這樣子慢慢的去煎了之後 它會呈現有一點點的金黃色 對 那你可以稍微給它翻面一下 它的水分其實如果慢慢的出來之後 杏鮑菇就會感覺有點透明透明的 這個時候你可以再火再小一點點 再小一點 那我還需要先做其他動作嗎 你要幫我把彩椒切絲 有黃椒跟紅椒 對 這個我要再說明一下 很多植物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對 那個叫做植化素 植化素本身就是植物的抵抗力 也就是說我們補充這一些不同顏色的食物 我們的抵抗力就會增加 彩椒其實它可以生濕 也可以穿燙 那我們今天其實讓它生濕就可以了 它水分慢慢出來之後 我待會再把它加一點點的油 讓它那個香氣可以更出來一點 哇 好香喔 完全不加醬的調味 這個杏鮑菇的香氣很濃厚耶 沒錯沒錯 來 珍妮花你看 它是不是本來白白的變有點透明了 對 而且感覺是油油亮亮的這樣 對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熄火囉 用鍋內的餘溫去拌這個彩椒 對 我都沒有調味對不對 對 來 重點來 調味的部分就給你 哇 好香啊 來 我怎麼調呢 用這一個 胡椒鹽 你把它翻上來之後呢 可以撒第二輪 對 再撒第二輪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來 還有這個 這個是九層塔粉 很像外面賣鹹酥雞的感覺 所以我們的這一道主菜就完成了 彩酥椒鹽干貝就完成了 第二道菜是什麼 第二道菜是公寶高麗菜 我超愛吃高麗菜 但是呢 就是吃到一個已經沒有變花樣的地步了 真的喔 所以你今天要怎麼把它變深 我先把高麗菜用一點點水 讓它先燜軟 因為我們不用大火去炒 對 熱度會讓營養流失的較多 所以我們要保留它最多的營養成分 這時候需要調味嗎 這個時候我會建議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鹽巴 所以待會兒就不需要再加鹽巴了 沒錯 來 蓋鍋蓋 冒煙了 冒煙了 這樣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我先把高麗菜撈起來 記得高麗菜不要煮得太爛 這樣它的口感就沒有很好 高麗菜撈起來之後 我剛剛把水倒掉之後 對 來 我先倒油 這個時候先不開火 油倒完再開火 而且火必須是小的喔 剛剛說的公飽對不對 對 我的辣椒就要放進去 把它放進去 為什麼不用大火用小火 因為大火會讓辣椒整個燒焦 喔 顏色就會變黑 對 就會不好看 而且大火喔 這個乾辣椒會變很辣 嗯 我這樣戴著口罩 我很難聞到它的香氣 真的嗎 有辣 有一點點了 有了有了 有一點點香氣了 好了嗎 可以了嗎 可以了 我已經聞到香味了 對 因為我們不大火炒 所以我就熄火 熄火之後來 把剛剛的高麗菜倒進來 都進來 有聽到滋滋滋的聲音嗎 我用雨火的方式 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感覺起來 就不太一樣了 對 那高麗菜褪麗褪麗的樣子 有沒有很簡單 滿簡單的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的核桃跟胡桃 如果你喜歡吃起來 有那個爽快感的話 你就整顆 你就整顆下去 如果你覺得 這麼多人吃 裡面沒幾顆會被搶光 我們就把它弄碎一點 OK 我們的彩酥餐盒的第二道菜 完成了 叫做 公寶高麗菜 那我們的彩酥餐盒 第三道菜呢 第三道菜 就要讓珍妮花蕾來 大顯身手了 她就是不能搶太多我的鏡頭 所以就要放我來 對 再來換位子 好 來 我們的第三道菜要教大家的是 甜豆玉米筍 那為什麼用甜豆玉米筍呢 因為很多吃素的朋友 吃太多青菜 會對身體太寒涼 對 所以在這一個餐盒裡面呢 我們選擇甜豆 因為甜豆本身它的熱量很低 但是呢 它又沒有像一般蔬菜的寒性這麼高 所以它就可以去平衡 這整個餐盒的平衡度 那重點來了 我們在處理甜豆的時候呢 你買回來的甜豆是長這個樣子 千萬不要就直接洗一洗就下去煮喔 因為你的孩子呢會邊吃 邊從嘴巴 吐絲 是長寶寶嗎 所以我們要先洗一採喔 那甜豆洗一採很簡單 你就從尾巴往前拉 然後再從頭往下剝 這個我很會 對 然後你要把這些全部都處理完 然後再來呢我們的玉米筍 玉米筍我們不選擇整根下去 因為整根下去感覺就是很隨便 所以玉米筍要切 所以玉米筍呢你就幫我切丁 好我要讓它在這一道菜裡面 當作是配角 這樣子可以嗎 對可以 但切丁也不要切得太碎 因為太碎的話就不太好夾 上一道菜我們有用剩下的油 我們就不洗掉 不洗掉 那這樣會不會辣辣的呢 我也很怕辣 但是重點是我們的做法呢 我們只有讓乾辣椒稍微一點香氣出來 所以呢它會保有乾辣椒的香氣 但是不太辣 這時候呢就可以把它全部都下進去囉 然後呢加一點點水 全部都放進去之後先不調味 我們現在呢要蓋鍋乾 然後開火 選擇中火就可以了 因為一開始就大火的話呢 怕太快把水分就燒乾了 來 冒煙了 特別要講的是什麼呢 甜豆如果你把它燜得太爛 它的口感就會變不好 只要鍋子你聽到 有這種滾燙的聲音了 再等個一分鐘就可以 那這個時候呢你要做什麼 要調味 對 我們的調味呢我就直接關火囉 你只需要鹽巴 灑上去 然後還有一點點糖 不死鹹 然後把它拌一拌 一樣是利用鍋子的餘溫 讓這個調味料可以整個融合在裡面 我們剛剛是用上一道菜剩下的油 所以其實你看到甜豆上面 已經有油油亮亮的 平常吃素的人油脂不太夠的話 會建議再淋上一點點 所以我們這個 彩酥餐盒的第三道菜完成了 叫做是甜豆玉米筍 現在要來夾餐盒囉 OK 主菜我們就放中間 再來我們的公寶高麗菜 這一道其實很下飯 所以我們的甜豆玉米筍 再來是我們的飯 我們可以弄個水煮蛋切片給它 水煮蛋是沒有味道 所以要再加一點黑胡椒 再來旁邊這一格就是 水果、香蕉、羊肉粒 我們的彩酥餐盒完成囉 特別是我們的餐盒裡面 具有糖類、蛋白質、脂肪、礦物質跟維生素 特別不一樣的是 今天這一道我們做了公寶 有一點點的微辣 尤其現在夏天的時候 可以讓你增加食欲 而且也能夠開胃喔 喜歡跟我們學做菜嗎 記得收看 蔬果生活制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蔬果生活制 妳在幹嘛 我這次的運動要改這一種 煮菜是 杏鮑菇 煮菜應該講名稱 我要講名稱 我忘記名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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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名稱 好